大家好,我是小薇。 短视频生成工具Vigo在本周完成了更新,可以基于一张图像生成逼真的3D动画。 例如,上传一张图像和TikTok短视频,开启Remix模式即可替换视频中的主体,并保持参考视频中人物的动作。 Animate模式只需上传一张图像即可创建不同的动作。 Ideate模式则可以自定义人物形象,创建对应的短视频。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访问Vigo的官方网站。 点击下方的Discord链接,进入Vigo的服务器。 在对话框中输入斜杠,即可使用5种模式。 其中,Remix模式可以融合图像和视频,Animate则可以实现图像转视频功能。 例如,选择Remix模式,Vigo会要求我们上传图像和视频素材。 选择一张女性图像和一段舞蹈视频素材,背景色彩选择默认的白色。 点击生成一段视频,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原视频和生成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画质一般,Vigo却可以准确还原人物面容和流畅的舞蹈动作。 此外,Remix还可以使用任意形象,复现蔡徐坤的经典舞蹈。 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练习生蔡徐坤。 喜欢唱、跳、rap、篮球、music。 Animate模式则可以结合参考图和Vigo提供的动作代码,完成视频合成。 动作代码可以在Vigo的官网获取,复制粘贴即可使用。 目前,Vigo可以在Discord免费试用,没有额度限制。 不过,Vigo目前仅能生成白色背景的低化质视频,大家可以尝试。 然后,我再为大家补充一下本周重要的人工智能新闻。 一,SORA发布时间。 本周,OpenAI首席技术官Maren Murati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SORA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首先,穆拉蒂表示SORA会在2024年内推出,发布时间和美国大选会存在一定的关系。 然后,穆拉蒂还简单讲解了SORA的原理。 SORA会根据提示词生成多个连续场景,并合成为一段流畅的视频。 预计处理一段20秒,720P分辨率的视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穆拉蒂在采访中,还按照主持人的要求输入一段提示词,生成了一段从未发布过的视频。 从生成的画面可以看出,视频中的人物完成了华丽的变身,效果非常不错。 穆拉蒂表示,SORA生成的视频没有声音,训练数据来自Shutterstock等授权平台。 SORA对算力的要求要远高于ChatGPT,目前还在进行内部测试,以免生成对公众有害的内容。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即可查看完整的采访内容。 2.Google Vlogger 本周,Google发布了Vlogger框架,可以基于文本和音频作为驱动,把图像转换为会说话的视频。 和传统数字人工具不同的是,Vlogger不但可以实现口型匹配,还能模拟人物在说话时的表情和手势,显得更加真实。 Vlogger会根据一段音频,生成不同表情和动作的动态视频,让数字人显得更加生动。 Vlogger同时具备编辑功能,可以通过文本命令的形式,控制人物的面部表情。 口型匹配和翻译,也是Vlogger的基础功能。 我把项目地址放在下方,大家可以关注。 3.Cloud SunHiku发布 3月14日,Enthropic发布了和GPT 3.5同级别的Cloud SunHiku模型,并在基准测试中大幅领先对手。 目前,Perplexity已经在第一时间添加了Hiku模型。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即可在Perplexity Lab的Playground使用该模型。 此外,有网友发现,微软Copilot Pro的订购页面上出现了GPT 5的标识。 近期,距离GPT 4模型的发布已经接近一周年。 因此,很多网友猜测,OpenAI会在本周有大动作。 4.SIMA游戏代理 3月13日,Google DeepMind推出了一个名为SIMA的游戏代理项目。 SIMA可以和游戏厂商合作并学习游戏玩法,进而实现自动化任务执行,完成搬砖和刷金币等操作。 目前,SIMA正在和多个游戏工作室进行合作,测试实际效果。 SIMA由视觉模型以及虚拟的鼠标键盘组成,可以自主探索游戏世界,完成对应的任务。 该工具的发布将会解放玩家的双手,自动完成打怪兽、杀金币等日常任务。 5.Magnific更新 本周,AI图像增强工具Magnific完成更新,增加了Transfer Style功能。 开启风格转换功能后,就可以在放大图像的同时,完成多种风格转换。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把原图转换为动漫、真实人像,或者卡通风格的内容。 该功能的加入,可以帮助用户生成更具想象力的图像。 目前,该功能已经面向付费用户开放。 与此同时,Kairia也在本周增加了一项名为Patch Enhance的功能。 用户可以遮罩特定区域,实现生成式填充效果。 登录到Kairia,右键点击图像,遮罩需要更改的区域,即可完成局部修改。 6.Pix to GF 该工具由微软推出,可以将静态图转换为GIF动画。 和其他工具相比,由Pix to GF生成的动图明显具备更强的连续性。 目前,该工具已经开源,大家可以自行尝试。 7. 人工智能和政治因素 本周,Mit Journey宣布禁止生成拜登和特朗普的图像,以免对即将到来的2024大选造成误导。 根据媒体报道,该限制令会持续到11月大选结束。 此外,美国众议院也在3月14日高票通过TikTok剥离字节跳动的法案。 目前,TikTok是否能在美国继续生存,则需要等待参议院的投票结果。 目前,拜登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参政两院达成共识,则会签署禁令。 目前,周受资正在呼吁全体TikTok用户抵制该法案。 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TikTok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如果处理不到,将有可能失去美国的市场份额。 8. Ozone发布 本周,基于AI技术的视频编辑工具,Ozone开启了内部测试。 使用自己的注册邮箱或Gmail登录Ozone,左下角可以查看可用额度。 价格方面,免费用户可以获得每周50点额度。 高级账号可以创建无限制的项目,价格则是每月23美元。 和传统的Canva、CatCat相比,Ozone的价格要明显高出很多。 Ozone提供了Instagram、TikTok以及YouTube视频生成功能。 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体验,则需要使用Chrome浏览器。 登录到后台,点击新建一个项目,左侧可以选择多种智能编辑功能。 例如,Auto Captions功能可以实现一键字幕翻译。 目前,简映引面向高级用户推出了类似的功能。 Create with AI,则是Ozone的核心功能,其中包括了视频、图像、音频生成,以及TTS语音合成。 此外,Ozone还添加了一些基础的转场效果,可以直接应用到视频剪辑中。 尽管加入了很多AI功能,Ozone在使用体验方面,还无法和CatCat相比。 如果你对该工具感兴趣,也可以自行尝试。 9. 中国版Sora Athna是由某中国公司开发的视频生成模型,可根据文本描述生成8-15秒的高清视频。 Athna使用了很多类似Sora的提示词生成视频,尽管连贯程度一般,却远超PK等传统视频生成工具。 Athna声称使用了和Sora相同的Date架构,同时具备时空连续性。 我把地址放在下方,大家可以了解详情。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小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